韩国共同民主党的党代表李在明 出身清寒 但是凭借着坚毅的意志从同工 一步步走进韩国的政界核心 更是一度决住总统宝座 尽管是以细微的差距落败 但是一直保持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李在明年幼时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 成为同工 期间因必不公伤 成为六级伤残人员 但这并未将李在明打倒 他自学考上韩国中央大学法律系 成为人权律师 李在明2010年当选成南市市长 2014年连任 李在明任内还还清了前任市长留下的债务 并将市政府大楼部分区域改造成便民设施 大获好评 2017年李在明宣布参加总统大选 但在共同民主党党内竞选中失利 2022年他赢得代表共同民主党参选总统的机会 但仅以25万票 不及1%的差距败选 同年他当选共同民主党党代表 2023年8月 在日本将核无染水排海数天后 李在明宣布无限期绝食 抗议总统尹熙悦的政府 在日本核无染水排海问题上立场软弱 并要求尹熙悦就破坏民生问题 向国民道歉 阿倫怡 할게요 我认为你今晚就会永远 如果我们会在免账的 我们在我们不再有意义 而在我们不再有意义 因为我们会更好的 我们会更加坏的 我们会更加坏的 他在绝食19天后 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被送医 最终在9月23号 结束长达24天的绝食行动 另一方面 李在明被曝出涉嫌收受贿赂 非法转移资金等 他一概否认 声称指控全身捏造和政治阴谋 在他绝食期间 韩国检方以涉嫌独职等罪名 申请拘捕他 并获得隐习月签字批准 韩国国会也全体会议表决 通过李在明拘留同意案 尽管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2023年9月底 决定驳回检方对他的拘捕申请 不顾李在明10月 仍然要就其涉贪腐案 出席一审第三次庭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